其实我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今天是我参加这个 非你莫属最激动的一次啊 我不知道小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他的小名叫小花生 小花生你好 跟小花生打一个招呼啊 我听下来听到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对话 我觉得你生活在一个充满的爱的家庭里面 第二个我没有去关注 就是我们倩倩老师 她的老公的收入的高低 我觉得凭借她对她太太的这种爱 她在执掌上一定不会差啊 那么第二个的过程中呢 我支持的是你 你爱她的很重要一个环节 我觉得是应该去支持她 追求她的梦想 她喜欢这个字 她从中感受了价值 而不是说她生了孩子的时候 你就回来带孩子 你挣那几个钱 那请了保姆之后 可能还不够交保姆费的 我就是完全两码事情 但这里面她的这个担心和顾虑 坦率来讲 我刚才想竖两个牌子出来的 她是有她的道理的 因为第一 她已经六个月了 第二 她的年龄 倩倩老师已经到了三十四岁了 算是一个高龄产妇 第三 她的工作地点是幼儿园 第四 已经发现了一个危险的 这么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她这里做的是一个什么 叫风控管理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中间是有一个时间的节点 那我给出来的 我个人的一建议 供你们两位参考 对于你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 应该是请假 安安心心地在家里面 把我们的小花生 让她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 完了之后 小花生到了世界上之后 你过了两三个月 你觉得OK了 你可以继续去上班 我觉得你担心就会少很多 你现在是我们调野团当中 端水高手 端的一碗好水 你前面正着说 后边反着说 好家伙好话 都揣你兜里去了 我为什么说喝喝 你根本就没认真听 好请假吗 因为找我做很多职业咨询的 有很多全职妈妈 都是有自己热爱的一份工作 为了家庭选择了 暂时的放下 但是一旦生活 遇到了一些平静的时候 家庭都会出现巨大的冲突 然后最后受伤 产生情绪焦虑 甚至把情绪放到孩子身上 都是因为 没有找到自己那份职场价值 我觉得你们今天 不用着急说 马上辞职和不辞职 应该想一想 倩倩如果在这规划 怎么保护自己 如果不在这工作 那你下一步 让她做点什么事 而不是让她闲着 或者让她看孩子三年 我相信那不是她想要的 但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让她又能照顾小孩 还能做 想好了她才能做选择 我有一个折衷的方案 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工作 第二个跟园长沟通一下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轻松的工作 不跟孩子接触的工作 比如行政工作 此刻在她幼儿园里 正在怀孕的人有五个 这五个人怎么办 照顾谁 你以为园长都像吴怀瑶吗 端的一碗好水 有一个细节你考虑到没有 那五个人都是跟她一样 三十多岁吗 吴怀瑶 你做过企业管理吗 如果有五个宝妈的话 年龄不重要 她们共同的身份 怀孕的宝妈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三十四的该修 那人家年轻的 人家如果说 有一些孕期的一些病 那比她还厉害 那人家不该修吗 年轻的一定就要多干吗 那你下一次来调解的 就是什么呢 坐在这儿就说 我们上次 媳妇在幼儿园工作 本来挺好的 然后他们一同事 来参加你们直言不讳 有一调解团成员 叫吴怀瑶 吴总 给出了搜主意 让她调岗 结果那大姐歇了 我们媳妇现在干多了 给我们调解调解 这怎么办 各位要分享一个数据好吧 在幼教这个行业里 怀孕 然后哺乳 就这个时间的工作人员 要占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常年在二十到三十 那这些人怎么调岗 怎么安排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职场问题 我相信就是 尊重他们才是好办法 你说要找这种周庸之策 我觉得找不到的 我想说说 我给的解决方案 我希望二位现在坐下来 想想 你告诉他你想要什么 你告诉他你想要什么 在这个基础上 你们真的只能是 有一方得妥协 你们必须得知道 达成一致是很重要的 你们想要什么 然后你们彼此 能给对方什么 你是不是还希望 他生完孩子之后 全职照顾小孩 这是你的想法吗 还是只是怀孕期间的问题 我就希望他 生完孩子以后 可以照顾一下小孩 所以你们俩现在 得碰一下 我实大实地讲 你追求职业梦想 在职场上继续拼 我很尊敬你 但是我也想说 你也得为他着想 你也是孩子的妈妈 你也要为 我们的小花生着想 你是不是应该 多加小心一些 对对 我觉得小王对你的 不放心背后 也有一丝 你这女同志 可能有点 时不时地湿了慌张 我觉得大卫 不可以再劝了 好